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馬來西亞當局嚴厲打擊反對派的勢力 最近不但通過新反恐法 可以未經審判就逮捕可疑的恐怖分子人士 反對黨的領袖安華 更是因為七年前遭到 遭控性侵現在面臨牢獄之災 讓國際社會批評 大馬政府是在打壓一擊 我們今天攝影棚來了 淡江大學東協研究中心的主任 林若宇林教授 林教授你好 總統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我想請教若宇 最近的一些事情 包括安華上訴又被取消 被關到牢裡面 乃至於新反恐法 這個你會不會覺得很訝異 你覺得為什麼有這樣的趨勢發生 我想真的主要就是 馬來西亞的執政黨武統集團 在2013年大選失利以後 他就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因為反對黨的選票居然過半了 雖然他運用選舉法規的優勢 讓執政集團在國會還是有優勢的力量 不過像Majib就感到非常的憂心 我們就可以看到 雖然大馬就是馬來西亞內部 的確是有像伊斯蘭國的 回教的恐怖分子 據說有一些基地 而且跟中東的IS集團是有聯繫 但是更多的就是說 像是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也不會考慮說就是把這種反恐的法律 這無限制的擴張 當然這個反對的就是有關人權團體 或者國際特色組織 國際人權組織 都是覺得馬來西亞事實上 就是利用這個機會 就是以打擊恐怖分子之名 事實上是對馬來西亞反對派人 使得人權的一種束縛 我們看到在2013年 那個時候馬來西亞舉行大選 安華領導的反對派的聯盟 跟這個巫統 執政黨 大家一度以為馬來西亞從此之後 就走向民主的道路 想不到這個兩年以後 整個情況有這麼大的一個翻轉 你覺得現在整個馬來西亞的民主 現在是不是有倒退的情形發生 我想那個因為馬來西亞 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 基本上執政黨利用宗教跟族群的 對立關係 我們看到即使是反對聯盟的 三個聯合政黨 就是安華領導的國家正義黨 華人的林吉祥的民主行動黨 或者回教黨合起來是一個聯盟 在2013年的時候贏得很大的 很好的表現 但是從那以後局勢就有很大的變化 包括安華繼續被審判 他那個罪名本來在幾年前是說無罪的 最近又把他犯案 又要關五年 即使出來也是 這個世世已經全非了 人世全非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武統的領導人物 就是現在馬來西亞的首相 事實上他就是相當的利用 宗教跟族群的政治 然後再加上政黨 執政黨的力量 想要把反對派瓦解掉 那我們所觀察到的 比方說像執政聯盟 就利用反對黨的PASS 就是回教黨 他們想要實施 在東北部的吉蘭丹州 實施回教的律法 那麼這回教律法是非常嚴格的 包括比方說這個配偶的監營的行為 這個一般人可以用亂死打死 那麼偷竊的人可以把手臂剁掉的 這樣的回教律法 事實上很難執行 大家也知道 那其實在吉蘭丹州 也是慢慢的來這個 來這個放鬆這些律法 但是我們所知道 執政黨就是在背後有點煽動 就是讓反對派之間不合 那這種情勢其實是一個 不是一個執政黨 比較光明正大的行為 而是一種相當的 就是可以說是一種奧波 事實上並不會 我想從這國際觀察家來看 是不可取的方式 我想請教洛宇 就是說現在反對派這一邊 是不是在2018年的這個大選 如果是沒有提前的話 就2018年 是5年 現在看起來情勢並不是很有利 一方面安華仍然關在牢裡面 像你說的 現在目前彼此之間 這個執政黨一直在挑撥 彼此之間的距離 像華人就不喜歡這個回教律法 那就用這個來挑 有沒有可能在下次選舉的時候 執政黨靠著這些方式 仍然能夠鞏固鞏固住 他現在的席位 仍然維持他執政地位 那當然如果說 馬來西亞在經濟上表現得不錯 比方說在東協裡面 比鄰近國家表現都好 還有就再加上反對派 不爭氣 我們知道安華 伊布拉欣安華 他從1997 98年 跟馬哈迪鬧翻以後 事實上等於是 馬國的反對派的精神領袖 那今日他又到牢獄裡面去了 是不是有人可以取代他 帶領反對黨 做一個比較好的集結 我最後想問 就是問若瑜就是說 在馬來西亞的華人 他是一個少數民族 在過去因為這麼大的一個政黨巫統 下面就馬華公會 等於是作為他少數民族華裔的一個代表 可是在上次選舉的時候 我們看到出現了 是林吉祥的華人政黨 他跟民主行動黨 他跟安華的反對派其他的政黨聯合在一起 現在如果是在2018我們看到新來的一個選舉 作為一個小的少數民族華人 在馬來西亞 你覺得他應該要用什麼方式來從政 比如林吉祥 他當然也不可能自己來帶領反對聯盟 自己變成首相 這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他用什麼方法來參與 才能夠又能夠保護整個華裔的人口 又能夠實際上參與馬來西亞的政治 能夠作為一個有意義的能夠發揮的地方 我想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承擔 看起來是很困難的一條路 所以我想如果是在馬來西亞的華人政黨 要走從政的路 而且要走反對派人士 我想可以有幾個方面 第一個首先可能他必須用一種軟性的訴求 可能就是要也是學台灣 各個城市鄉鎮走透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可能華人的經濟力量要夠 就是說在馬來西亞那個社會 其實很重視財富的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馬來西亞的 憲法裡面有Malay First 就是馬來至上 很多的股份 公司的股份 馬來一定要占30% 所以現在如今的馬來人 已經不是從前那個窮困的鄉下的馬來 如果說華人政黨可以提供更好的工作機會 我說的反對派 可以讓更多的馬來人有受惠 同時訴求一個就是比較公正合理的 因為今年的東協共同體要成立 那麼馬來西亞不只是在聯合國裡面的人權委員會的會員之一 同時他也應該是東協人權委員會的重要的成員 那因此我想那個我想這些華人政黨的反對派人士如果可以這各方面的訴求 我說的是不管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權都必須要面面俱到 這樣的話也許有機會的 我想請教那個在憲法裡面 他有規定馬來優先的這樣條款 沒錯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白紙黑字的一個歧視的一個條款 沒錯 像這個東西可以告到人權委員會 不管是聯合國或者是東協 然後希望能夠在這個方面能夠取消掉嗎 這個很明顯的公開的歧視在憲法裡面的條款 這個是所有各國的憲法都不能接受 事實上是反對派人士是可以告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西方國家並沒有特別重視 告了很多年了 然後也說了很多次了 但我們看到大國 其實我們看到的西方國家 事實上都還是希望跟馬來西亞維持比較好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非常認真的去執行 這個也是聯合國的不公義之處 我想是很困難 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我想剛剛開始還是要在國內 如果是反對聯盟能夠取得勝利執政的話 那才有開始可以改的一個余地 沒錯 我想請教若瑜 就是最近在馬來西亞這個事情更有趣 就是自己黨內的大佬 兩屆以前的總理馬哈迪批評現在的首相 那馬哈迪退休以後 他仍然退後不休 對很多事情都發白意見 那個我知道 然後若瑜你專門對馬哈迪的當時他的整個治理 馬來西亞有特別的研究 對 你覺得馬哈迪為什麼會有這樣子批評納吉呢 對 我想是這樣 就是馬哈迪執政的時代是馬來西亞相當輝煌的年代 他不只做了那個布城 布丑加亞那個大的城市 然後雙子塔 然後還有那個多媒體超級走廊 那我們也有一些電子業去擔任那個媒體走廊的一個顧問 所以在馬哈迪那個年代 我相信他是非常的四彩奧物 那同時他那個也相當勇敢的來反抗美國 我們知道在那個90年代EAEC 就是在現在的所謂的區域主義東亞主義 事實上馬哈迪老早那個時候就推出來 這個東亞這個經濟夥伴集團 EAEC 那麼其實相對於現在可以是另外一個 那個這個像東亞高峰會那樣子 所以馬哈迪自己認為 這個相當具有才情 然後治理國家做得很好 那甚至說我們知道那個Najib 前一任的首相就是阿布都拉拔達威 也是馬哈迪清靜的 清定的這個繼承他的人選 他那個時候是馬哈迪的外交部長 對 那馬哈迪指定他作為接班人 但是後來那個 那個巴達威也是被馬哈迪轟下台 就是說不可以說完全是他轟的 但是在那個巴達威 在從政的中間都是 馬哈迪大概就是一天三餐的在罵他 照三餐的在罵他 所以馬哈迪事實上就是即使是過去曾經被他提拔的 就是副首相安華 後來也是跟他鬧翻 所以這個有就自己知識甚高的馬哈迪 當然也是看不順眼現在的首相納吉 主要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因為在納吉接任以來的歷次的選舉 都是相當的慘不忍睹 所以馬哈迪可能就徹底的認為他不試任 甚至我想是蠻瞧不起他的 在公開的場合 幾乎都不給納吉面子 就是要他滾蛋下台 那麼當然作為國家的領導人 他當然沒有辦法咽下這口氣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路線之爭了 我看馬哈迪在指責的內容 等於就是說 你納吉涉及到這個以前這個蒙古女郎的命案 涉及到這個潛艇裡面的回扣 那都已經直接的指責這個納吉是貪污 甚至品性上面有問題 這個是一個蠻強烈嚴厲的一個指控 那黨內會有人復刻馬哈迪的說法嗎 我想是這樣就是說 事實上馬哈迪的言辭是相當刻薄的 大家都了解 但是馬哈迪自己本人也並不是聖賢 包括他的家族的政商的關係 包括他的親信 也有很多的貪毒的案件 那這些也都如果要調查起來 我看馬哈迪的那些親戚也脫不了身 所以馬哈迪儘管放炮 就是說會讓納吉覺得下不了台 但是至少那個並不是司法的案件 那我相信還是選舉來定江山的 也就是說如果執政黨在未來的五年 這個表現良好 可以一方面壓制反對勢力 一方面把經濟 政治各方面搞好 我想因為馬哈迪也是老了 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 就是東南亞三個威權巨人 就是蘇哈托 李光耀 現在只剩下一個馬哈迪 那麼他能夠紫山 就是罵槐的時間也不多了 因為他畢竟還是年紀大了 那麼跟隨他的人也是慢慢的減少 對 那個有一個對於巫統最大的批評 就是巫統裡面幾乎都是世襲政治 沒錯 就是納吉也是前首相的兒子 馬哈迪自己的兒子現在也出來從政 包括穆迪就是現在的國防部長 我們知道之前他是交通部長 一天到晚在馬航的事件出來發言的 他現在是巫統的副主席 他也是他父親也是高官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整個巫統他能夠有新陳代謝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人能夠出頭 能夠維持他的活力嗎 我想是不容易 就是就像崇倫剛剛說的 這種有點世代這個接替的味道 我們看到最近的整個東南亞的情勢 馬來西亞的民主化是比較不堪文問的 也就是說現在像印尼的總統 Jokowi 或者印度的總理Mudi 都是這種平民出身的 並且他們就任以後 就相當的推動民主化 讓國家進步 但是馬哈迪這個國家 馬哈迪然後是Abdullabadawi 跟現在的Najib 他們整個看起來就是在 回到老的輪迴 然後更加的緊縮 對反對派的強力的控制 就是很強的國家跟很弱的民間社會 雖然老百姓想要反抗 但是力量不夠 然後執政黨用各種打壓的方式 然後回到50年代的什麼預防犯罪法 反恐法 什麼判斷法 聽起來好像回到三個世紀 所以我想這樣的情況對馬來西亞是不利的 除非就是說它的經濟表現是非常的良好 這我覺得請教諾 因為經濟是這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說你每年仍然維持6%、7%的經濟成長 其實老百姓也就算了 但是馬來西亞據說到去年為止 經濟都還算好 但是今年開始整個情況有一些變化 亞銀說預估今年馬來西亞經濟成長會跌到4.7% 這當然是跟第一個原油價格幾乎跌了一半 馬來西亞是很重要的油氣出口國 然後其實據說馬來西亞4月1號實施的消費稅 其實也對整個商業有很大的打擊 大家都對於未來情形不是很樂觀 你覺得馬來西亞的經濟 現在你自己怎麼看 這個跟政治之間又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想如果依照馬來西亞本身的條件是相當不錯 就是它有石油 然後它的自然資源非常的豐富 什麼棕櫚油這些都是 甚至錫礦都是全世界排名數一數二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 如果你的國家的治理不好 那治理不好 再加上又有一些其他的國際因素 包括我們說的石油價格不佳 包括整體的國內的消費稅或是其他的政治的問題 讓老百姓不滿 甚至引發到2018年執政黨這個沒有辦法繼續執政 那這樣的話就對馬來西亞的未來就非常的有一個危險性 所以我想可以把這個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警訊來看待 最後一個我想請教就是馬來西亞跟兩岸之間的關係 在東協國家裡面跟大陸的關係 馬來西亞是不是特別的比別的國家都要好 那我們跟馬來西亞之間的關係又是怎麼樣 我們如果要跟馬來西亞進一步 有可能有沒有可能簽訂FTA的協定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想馬來西亞的政壇事實上對於兩岸的關係拿捏得很好 而且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在政治上他是歡迎台商加入 最好投資很多 可是在政治上 經濟上他歡迎台灣的資金 可是在政治上是非常的謹慎 不願意得罪中國大陸 這個我們可以看當年 尼克森跟毛澤東會面以後 尼克森的亞洲政策變化以後 當時第一個跟台灣斷交的 1975年就是馬來西亞 所以我們看到的馬來西亞是一個很靈活的 然後他就是期待在兩岸關係能夠有好的收穫 對馬來西亞來說 當然中國的市場 中國的一帶一路亞投行 這些對馬來西亞的吸引力 我想會遠遠超過台灣 所以我想我相信我們可以跟其他國家 也包括馬來西亞其他東協國家 像越南菲律賓都可以來談這個雙邊FTA 但是我相信馬來西亞不會是下一個 不會是等這個在新加坡之後的東協國家 也許寄望於菲律賓或泰國 甚至越南都還比較有可行性 最後我想問一下 因為馬來西亞也是南海的主權身首國之一 沒錯 他跟中國大陸之間 我們知道其他的南海國家 包括菲律賓越南跟大陸之間的關係都比較緊張 對 馬來西亞跟大陸的關係有沒有因為南海問題 而也有變化呢 這個部分他們是比較隱晦 就是說也常常在國際研討會來談 但是馬來西亞事實上跟菲律賓的沙巴問題 就搞得很嚴重 那麼在這個前面 馬來西亞也是強調要多邊的解決 在這個問題上他倒是也是站穩立場 並沒有就是擔憂中國的實力 他必須強調還是專屬經濟區200海里 而且覺得中國大陸的九段斷水線 我想在馬來西亞的智庫像CSIS 或是很多次的會議 馬來西亞也都提出來說 中國大陸不應該就是一意孤行 那個九段線的問題 遲早要解決的 所以馬來西亞的立場基本上還是贊成 以東協的整體來跟中國大陸來做交涉 就是南海行為準則要遵守 然後要趕快制定行動綱領 南海行為綱領那些 今天非常謝謝若瑜到我們節目來 跟我們談馬來西亞最新的情況 這個很快的選舉就要到了 這個裡面政治一定會再起一些變化 謝謝若瑜 謝謝